欢迎来想到政治,我是启耀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沙比里 宣布不要竞选这个巫统的任何的职位 甚至说要暂时的隐退政坛 沙比里绝对是大马政坛的一个奇葩 甚至是一个传奇人物 就是他这样子不温不火啊 没有什么政治魅力的人物呢 最后竟然完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首相梦 首先我对沙比里这个人物早期的印象呢 其实是不太好的啦 早期的时候他做这个农业部部长的时候呢 就曾经说这个华人垄断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经济啦 要大家去boycott这个华商 是引起华人反弹的 然后呢在他做这个乡村部部长的时候呢 甚至给人家这个记者去爆料说 他好像是使用这个海归蛋 当然这样事情还是极度否认 甚至去控告这个媒体的 最后听外和解这样子啦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是非常少 直到呢 到2021年的时候啊 他做上这一个首相 不知不觉突然间从地里面冒出来 像他一个人 才引起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首先呢 其实大部分人呢 在他做首相的时候呢 就是去野鱼和嘲讽他 像是老乌龟这样啦 OK 而我这边我标题讲呢 这是乌龟的智慧 并不是要笑他 他像是一个乌龟 而是我觉得沙比里这样子的政治作风呢 其实是非常有乌龟的智慧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沙比里咯 他不像阿摩扎西啊 马哈迪啊 还是凯里这样 就是会展露头角的 非常有政治魅力的那种人 他就是属于那种不犯错 你看他没有去色谈啊 如果还有犯错之前的一个boycott华人呢 就是那个特例吧 其实他的这个record是干干净净的 OK 这样子的人呢 他很适合在一个时候呢 来组长这个大局 我觉得就是在非常动荡的时候 因为在和平的时候呢 大家都希望要往前走嘛 OK 要进步啊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 有组建的这个领袖出来 来主导大局 但是在乱世的时候呢 非常震荡 像当时候木尤丁倒台 不知道要谁上这个政府 每个人都好像差不多要有那个数字的时候 撒比里这个时候就起到了那个关键的作用 因为他这样的人上台呢 你是很难挑出他有什么毛病的 就连马哈迪哦 当时候都去呃 直接讲出来说他支持 撒比里 觉得撒比里是个好人物 啊 但是前提是他不要跟上这个 纳吉跟这个木尤丁的脚步啦 他知道他题外话 所以他这样的人就给他拨到一个机会呢 成为了这个首相梦 这样事情是 你想看啊 安华在从以前啊 入监牢前到过入监牢后楼 到现在打拼到现在 整整二三十年才真正给他做到首相 这个撒比里是 啊 随便随便这样突然间就撞到首相 所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样事情啦 这也是他作为 一个政治人物 我觉得一个很难得的特质 就是 政治上你不求一定要做对很多样事情 其实只要你不犯错呢 迟早有一天机会都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了 我们聊回这样事情 为什么撒比里会在这个时间点呢 宣布要迎退政坛 甚至不要参加任何的巫统当选 我觉得这样事情呢 实不离久呢 就是当时候的 伊斯曼沙比被指控 是跟这一个凯里 还有西山穆丁 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OK 其实沙比里的这个position呢 是比较不一样的 他其实是没有去签任何的SD 支持希盟也好 他也没有签SD去支持慕尤丁的 OK 所以他是站在一个 觉得巫统 应该要维持成为反对党的一个立场 OK 所以这一点是跟凯里 还是西山穆丁是有不一样的 然后当时候 他跟他们的区别是 凯里跟西山穆丁都签了SD 对不对 都要支持慕尤丁作为这个首相 不要支持这个西盟嘛 但是凯里呢 他是没有国会议席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阿摩扎西的做法 是直接把他剔除 西山穆丁呢 他签的这个SD 但是他有国会议席 所以这样的人呢 是把他冻结 留下来 那这一个沙比里呢 他没有签SD 而且他还有国会议员 所以呢 其实阿摩扎西是没有动他的 但是没有动他代表没有事吗 沙比里还是做出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激怒到这个阿摩扎西 比方讲他就公然的去挑战 说他觉得党里面呢 这个高的职位啊 主席和苏里主席的职位 应该要开放来竞选 所以在这样的课题上 他是赛这个凯里的 OK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动机是怎样 可能就出于他的政治原则什么 所以这样事情 难免让他跟阿摩扎西 就心理心生戒地 你要知道 现在的巫统 就是阿摩扎西的王朝 他基本上阿摩扎西是 手起刀落 要斩谁就斩谁 各杀无论的 所以在当时候呢 惊喜这个大清洗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沙比里剔除 一是他做的事情 没有太过火 第二呢 也敬重他其实 是巫统之前 做政府的时候的 那个首相 但是你说 沙比里能够 继续维持在巫统里面吗 我觉得是很难 他已经跟这个 阿摩扎西 输敌了 所以作为他 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呢 我觉得这是 他有智慧的地方 就是选择在这个时候 直接讲他要退休 在明面上 表面上没有跟阿摩扎西 撕破脸 而跟所有巫统的党员 他还是维持那些人脉 他退休过后 他可以做 他自己有非常多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没有导致阿摩扎西 当下直接拿决裂 导致支持阿摩扎西的人 需要跟他做出一个切割 所以在适当的时候 隐退 我觉得也是 一个智慧啦 所以 这个沙比里来讲 在这个时间点呢 宣布退出 其实呢 是直接承认说 我不要再跟阿摩扎西 继续斗下去 然后这个东西就让给你 第二样事情呢 这是 我就能跟你讲啦 大马政坛上 宣布要隐退政坛的人 其实非常多 像阿志明啦 要暂时隐退政坛 过不久就出来讲话了 甚至是凯里现在说 暂时隐退政坛 他也是跑去做DJ什么 所以 会不会在任何时候 时机到了的时候 沙比里又回来 其实没有问题的嘛 就很像 季节到了 还会要回来生诞 OK 这类比很不对 但是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反而如果你这个时候 强硬的去 攻占 巫统里面的什么议席 会让人觉得你有侵略性 会威胁到你 然后人家就会开始 对付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 知难而退 四十五者为俊杰 这个讲真的是 要颁给 这一个沙比里 我觉得他这一步走的 其实是蛮正确的 OK 哪里 哪里知道 有一天 西山穆丁跟凯里 强势回归的时候 他随时要上的时候 这两个人一定都 都是讲OK的 OK 这就是我对于 这一个 这就是我对于 沙比里这一号人物呢 我觉得非常的意外 他又非常有这种 政治智慧的所在 他跟一般的那种 非常强势领导人不同 他就是不犯错 静静的跟着 做随从 但是随着时间 够久的时候 总会有机会 降临在你的头上 你那个时候 就趁势而上 所以在这个 也可以给很多的 年轻的 这个 震撼的人物 作为一个借鉴 其实永远不用 触风头 因为 棒打触头鸟 你在里面 待得够久 你就越有机会呢 可以往上爬 沙比里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OK 这期的行囊正事 我们就聊到这边 喜欢的话 订阅阿妖 行囊正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